各位老友记 你们好 今个月又是我们准备要在线上做例会的时间 相信大家都无可否认 在最近这个疫情下 每天大家都听到很多这些疫情的消息 相信你们都有很多的担心 很多的挂累 其实不单止你们的 我们在中心 其实同样都面对同一样的社会的疫情 我们一班同事仍然很努力 希望在疫情下尽量为我们的会员 为你提供一些适切的服务 我们都知道大家在疫情下 都有很多事情都不方便 又有担心 请你记住 你如果在疫情下 无论你自己 你的家人 遇到有些困难 无论是防疫物资的困难 或者是确诊的时候 心里面有担心 都请你记住 你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向我们社工来谈谈一下 了解一下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未必所有事情都能够 为你完全可以解决 但起码都可以和你分担一下 尽量找一些资源来帮大家 希望大家在疫情下 一起同心去面对这些事情 记住 我们中心随时都乐意去支援 在这里跟你说一声 如果你真的在抗疫物资上 有不足够 或者心情里面 都有很多担心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而中心最近都收到 有一些善长人翁 都知道老人家很担心的 他们也给了一些抗疫物资 食物包和自我测试包 如果大家很缺乏 你自己买不到 又需要有担心 又想做一些自我测试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我们就看看可不可以帮到大家 事前先打电话来中心 我们再约大家个别来中心 可以帮我一些自我测试 包给大家 好了 今个月我们因为疫情下 很多的活动都停了 搞的活动不多 大部分都在线上的活动 就特别提大家 因为虽然我们活动搞少了 但是个别的支援 一些福利的申请 我们大部分都会继续的 如果你有福利上的需要 比如申请安老院 这些 你仍然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有时间 一起来为你提供申请的 请大家记住 中心需要 所以我们会仍然有 一个一对一预约服务 可以尽量帮到大家 有个时间 请大家留意 继续听听我们今个月的资讯 有部分是活动的资讯 还有很多是抗疫的资讯 请大家留意收睇 大家好 接下来就会介绍数码同行计划 3月份就会有数码学堂的过程 其中就有这个 消闲娱乐通 就会是3月的21 22 27 和28 上午10点至12点 下午就会有这个数码游中 时间会是2点半到4点半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了解一下 关于平时在家里有什么 可能娱乐可以用到 或者有什么出行的 一些应用程式可以学习 遲些疫情好些就可以出去玩 大家可以通过礼会报名 还有可以在礼会纸上的Q&A 都可以报到名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姑娘佩佩 又来到医见乐的介绍 现在的前底下 我们已经下来逢星期五的 凉血糖服务 和每一天的凉血压服务 就暂停了 因为疫情下 都不想大家 接触那么多不同的物件 就容易接触到我们的病菌 所以我们平时的凉血压 和凉血糖服务 现在就暂停了 要等到疫情温和一点 大家回到中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陆续 开始这些服务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平时 逢星期五 有些老友记 可能收到黄姑娘 约你们 就说我们回来见面 跟你谈谈健康状况 这些服务 我们其实没有停到的 只不过 我们改在电话里进行 所以有些老友记 偶尔可能都会收到 意见到黄姑娘 跟你谈谈电话 跟你谈谈身体状况 其实这个就跟平时 以前我们上来 祝心见黄姑娘的活动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 黄姑娘跟你谈谈 你就可以跟她说 你最近的身体状况 也可以问她一些健康的资讯 看下你怎样可以 令自己的身体 更加可以照顾到自己 另外 如果老友记 在疫情下 又或者最近 身体有些什么状况 想问一些意见 都欢迎大家 可以联络我 可以联络我 问姑娘陪陪 这样我们也可以 转告护士姑娘 让她给一些健康意见 大家 所以就算疫情 暂时没得回来 但是也欢迎大家 可以 说我知道你最近的状况 让我们可以保持联络 大家在疫情下 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记得 每天都在家 多喝点水 做一下运动 有空又可以跟我们 聊一下电话 令到我们在疫情下 都会有足够的抵抗力 尽快度过了这波疫情 好 虽然刚才说很多东西都暂停了 或者得回一些电话的问候 但是我们每个月的健康广座 都会继续的 一如以往都会用sum 在线上举行 今次就是3月18日 3月18日 星期五下午2点3 这样也是有黄姑娘跟我们 去讲一些讲座 今次讲座的主题 就是常见的福康辅助用具 之多少 就是譬如 我最近跌了 应该有什么用具 可以辅助到我的脚 如何才能够力走得稳定 哪些奖才是最合适 在什么状况 又应该用什么工具 我们这个也会在这次讲座 告诉大家 虽然不希望大家要用得着 但是这些资讯 大家也要学一下 知道一下 就算自己用不着 身边如果有些老人 遇到这些状况 我们都可以告诉他 如何会更加好 如何会更加稳定 如何才是最合适 可以辅助到身体的需要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 就欢迎大家进Zoom听听这个讲座 这个Zoom的连结 一样都是医见乐的会员 平时有收开我们WhatsApp 在我们星期五活动之前 都一样会收到那条连结 大家只要按进去蓝色 按进去蓝色的英文字 那条连结就可以参与到的了 之前也看到大家很开心 在Zoom那里 听完讲座之后 也有分享一下大家日常的生活 也一起聊聊天 这个也是疫情底下 一个开心的活动 希望我们现在在Zoom 又会见到 国内医健乐的会员 最后提一提 如果从来都没有收到 我刚才说的Zoom连结 又或者有些资讯 都欢迎你告诉我 我将你的WhatsApp 加回到电话 你将我们的电话 加回到你的WhatsApp 那我们就可以 传出资讯给你 你就可以收到的了 希望我们 快点可以在Zoom见面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了 我这里的讲解是这么多了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远姑娘彤彤 好开心3月份的礼会 又再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看到我 猜不猜到 我是介绍什么活动给大家呢 其实今期 我就想跟大家 推介一下 我们见乐有利互联网 这个计划里面的活动 另外也想跟大家 说一下 我们计划上面 有没有什么变化 首先不如大家 看一看7号的活动 今期我们 虽然现时还是在疫情期间 但其实我们也有 不少的活动想推介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就是7号的活动 就是线上早晨运动班 现时我们也知道 疫情期间 大家都想做多些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我们就会在星期一至四 上午9点至10点钟 都有我们的团长 带着大家一起 透过Zoom 在Zoom上一起做运动 他们就会带大家一起 做一些伸展运动 拉筋 做一些毛巾粗 水樽粗 掌筋带运动等等 但是刚才也说过 这是一个线上的活动 所以希望参加者 本身也要有智能电话 以及你们本身也会用Zoom 你们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如何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呢? 大家可能很细心留意到 其实我们的禮会纸上 有一个QR Code二维码 就像这个样子 大家到时候拿到 禮会纸之后 想报名参加 就可以用电话 掃一掃这个二维码 看到一个网上的报名标 你登记了就可以参加了 提提你们 首次参加的朋友 才需要上网报名参加的 但如果你本身已经参加 不需要再报名参加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我们的WhatsApp群组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 基本上一个星期有四天举行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WhatsApp群组 会发放一些活动资讯 因为大家都知道 疫情也比较浮动 我们如果随时有机会 可能说疫情期间 活动暂停 或者有什么变动 我们也会在群组通知大家 所以大家记得 如果参加的话 我们就会将大家加入 我们的早晨运动班WhatsApp群组 方便大家去接收个资讯 另外我们这个活动 有一个吸引之处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 我们还会送一个橡筋带给你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做运动 有时候家里未必会有橡筋带 可能你有毛巾 或者水樽 但我们偶然都会用橡筋带做运动 就会送一条给你们 不过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都不鼓励大家来中心拿 我们都会选择邮寄的方式 寄到你家里 所以大家如果在网上报名的话 记住输入你的地址 我们到时在姑娘 我们办公时间期间 就会寄到你家里 不过大家都知道 都是受着疫情关系 我们现在的邮寄服务 也会有机会是延迟 或者是暂停 大家可能收到我们的消息 或寄给你之后 可能都要等一段期间才收到 这个也希望你们见谅 是的 刚才也说过 这个报名就不用打来中心 找我们的报名 直接去连结的二维码报名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你有关于这个活动 有些想查询我们的话 都可以打回中心电话 2352-3082 找回我彤彤姑娘 或者找苏姑娘去查询就可以了 好 说完第一个这么吸引的活动 都有些计划变动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例会指第八项的活动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计划变动来的 想跟大家说回 因为现在疫情情况都非常不稳定 所以其实我们现时的义工探訪 和小收线上门去帮大家维修的服务 都暂停了 我们迟些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可能我们的义工探訪服务去开放 或者是我们各个小收线活动开放的话 我们都会透过WhatsApp 和大家去发放我们的最新消息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一点点留意一下 我们性公会的WhatsApp 我们有关的最新资讯都会在上面 和大家发放 另外如果你们也有关这方面的疑问 也可以打电话来 找我和董姑娘或者蘇姑娘去查询 最后一个很吸引的活动想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我们9号的活动 9号的活动 就是一个线上的有你游乐场 什么是游乐场呢? 你怎么在线上玩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疫情 大家可能常常很关心疫情 我精神都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我们也特意开办了一个游乐场 想和大家一起 虽然未必可以实体 大家面对面看到面 但也可以透过Zoom 大家一起去听歌仔 听怀旧金曲去放松一下 另外我们还有另一个环节 就是一个以物易物 如果大家报名参加 我们抽中了你 我们就会邀请你 可能在家里拿些八九成新的二手物品 或者全新的物品 但是可能是你家里有这东西 但未必用得着 你又不想浪费它 想把它送给别人的话 那就对了 那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我到时其中一个环节 你就可以在上面和大家介绍一下 想和别人交换的物品是什么 以物易物就是你介绍这东西之后 可能看到你送给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的东西又很适合你 那你们就可以互相交换了 这里除了你们会介绍之外 其他参加者都会介绍的 到时大家就可以认真听一下 别人究竟是想和你换什么 也想提提你们 因为都是疫情 所以我们的三副鞋物 尽量都不要交换了 除非你可能欠全新的三副鞋物 还有包装的我们才会接受 还有食物方面 我们都不会交换了 另外我们除了有这些环节之外 还会和大家一起做手工心意卡 到时大家可以一起 除了听歌仔 又可以一起做手作 在疫情之下大家互相加油打打气 刚才也提过 这个活动我们用Zoom去进行 所以大家如果参加的话 就记得要开镜头 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样子 知道你们做成什么样子 还有,有件事最重要最重要 还没跟大家说 哎呀 说了这么久 其实这个活动在3月30日星期四举行 时间是下午2点3至3点3 我们也是刚才说过 用Zoom去进行 所以记得一定要适用Zoom 如果你没有智能电话 真的不好意思 这次就未必可以一起玩 另外我们今次的名额有8个 我们的截止报名日期是3月19日星期六上午11点 如果我们登记的名额超过8个人 我们就会进行抽签 抽中了参加者 我们就会用WhatsApp 或者用电话去通知你们 到时就可以留意我们的电话 或者WhatsApp的讯息 大家如果对这个活动有疑问 也可以打电话来找谁 找我 彤彤姑娘或者蘇姑娘 是的 好 今期的活动就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有兴趣 就快点打电话去报名 是的 好 最后也祝大家疫情之下 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出 日平安 再见 再见 好 这个月呢 我就由莫先生和大家 讲一讲 本这个月的一些中心的资讯 就 今个月和大家讲一下这个服务标准 就是讲标准16的 就是确保服务使用者免受侵犯 这一件事呢 就平时大家就价位少留意的了 但是在这个服务标准里面 我们因为服务老人家 主要我们就是说 怎样可以预防弱老的 一般来说 弱老就是指对我们的长者 有侵害他们的福祉 和侵害他们的安全 这些行为 就会导致老人家 他的福祉受到影响 亦都影响他的安全 弱老的行为包括哪些东西呢 很简单和大家讲一讲 包括身体的虐待 精神虐待 侵吞他的财产 疏忽照顾 以及性侵犯 在我们服务的范畴里面 其实我们机构都会很严谨去预防 在我们接受服务的老人家里面 会受到这些不应该的对待 所以我们都在内部的训练里面 一直都会让我们的同事都很明白 我们不能够在包括刚才那几方面的行为 是损害到我们的老人家的 还有我们都会定期 每年都会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做弱老 如果在老友记 你们可能在家里 或者你所相熟的朋友 他知道他好像受到这方面的侵害 这些行为 其实已经定了法例 他们是犯法的 如果你们遇到这些情况 请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忍气吞声 其实施弱的人已经犯了法 那自己怎样能够去尋求换助呢 那当然你可以找回你熟悉的 和你信任的朋友来谈 又或者跟我们社工来说 你遭受到有一些 你觉得很不合理的对待 可能你不肯定是否虐待 但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职员 特别是跟我们的社工来谈一下 让他们一起和你去评估一下这件事情 是否有人已经违反了这些法例 那我们都会作出更进的 那请大家真的要明白这件事 自己好好地去认识多些 和去保护一下自己 那今个月的服务标准16 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有一件事都想和大家老友记讲一讲 因为我们会员大概每年都大概有1000多个会员 每次我们中心来续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希望和大家分身一下 你们个人的资料 但是外于很多时候 老人家来续会都比较冲赶 他们就没什么时间 可以让我们坐下 逐样逐样去问一问他们的资料 就导致了几年之后 其实大家的个人资料 已经有些事情不同了 包括他们的经济状况 可能同住的人也都不同了 所以我们最近都发觉 原来有一些个个人资料 已经不是最贴近大家的实际状况 所以我们都会在未来的这一年 我们就会透过电话 就来去问一下大家一些个人的资料 都会较为问得长尽一些 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很担心 为什么有人在电话会问你这么多 我们中心就因为实在是有这个安排 我们会有中心的同事 他会说明是我们中心的职员 有个全名告诉你 我们都会尽量用中心的电话 打给你去问这一类的资料 因为现在在家工作的机会都很大 中心就会发放一些流动电话 那些电话卡给同事 就在家打电话给大家 就会显示一些我们的电话 可能大家会敏感到 这些内电电话我不认识 这些内电电话我不认识它 我就不听了 我说大家这个做法 平时我们都觉得是好的 因为免得一些不必要的人士 去滋扰到大家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中心 有不少的同事会在家工作 他都会用一些有内电显示的电话 就会给大家提到的 不妨别说所有不认识的电话 全部都不听了 希望你也听一听 只要他说得到我们中心 说得到我们中心的职员 给你听 你也可以接受他在电话上 问你这个访问 如果你担心 我都不认识他 是否真的 你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的中心 是23523082 你问清楚 打电话给你那个人 他声称叫什么名 你可以打回中心 去确实一下 是否有这样的职遇 你便可以再放心 去听他 即是打电话来的时候 你便再听 希望大家留意这个安排 因为平时大家来中心职会 大家因为时间都很赶 如果要阻止大家15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能未必能给到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唯有用这个方法 在电话中会打电话 跟来谈 问回一些个人的资料 即是是入会的时候会问 大概都是那些内容 希望大家帮一帮忙 让我们可以更新 可以保存到大家最新的个人资料 请大家就和我们一起合作 好 谢谢 好了 现在就想和大家说一下 关于疫情的变化 我相信大家每日都收到很多不同的讯息 政府因为确诊的人数不断增加 他对确诊的界定 其实现在处理的方法 都会和以前不同了 政府现在也不会很密地公布 那些确诊大厦 这些措施 以及一定要去社区检测地方 进行这个检测 反而用了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鼓励路友记 或者市民 用自己的快速检测包 就可以去界定一个初步的确诊 而有这个初步的确诊 就可以有电话 以及有一个在网上登记的方式 就可以向政府提交了这个确诊的通告 现在政府就开始计划 以及正在计划 就是说如果初步确诊之后 上报了 接着有些什么支援 他都会有一套方法 现在正在准备 所以大家都留意这一样的转变 现在就是你自己用快測的测试包 完成了之后 如果真的不幸运 是确诊是两条线的话 那都已经是初步确诊 现在也政府行了一个 叫做居家演绎的安排 只要政府评估过 或者你自己都觉得 在家里的隔离会 较为好的 或者适合在家居做隔离的话 那就可以在家里做隔离的措施 隔离的日数 现在就很简单 即是你确诊 用快測包做了确诊 那天为止是零日 而确诊第二日 开始计算是第一日 应该自我隔离到何时呢 它就去到第六和第七日 如果连续两日 你都已经有阴性结果 你已经可以结束居家隔离了 但是呢 这个安排是 给那些打了两针的人士 就可以早点去完成这个隔离 但是如果你没有打了一针 或者只是打了一针 那就要14日隔离期 所以大家都留意这些界定 现在就已经和之前的做法 有些不同了 请大家就要留意 如果你说家里没有检测包 又或者你经济又碰难 自己卖不到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要 也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我们看看那些善长人翁 捐给我们的法七包 看看我们有没有存货 我们都可以提供 但是一定要打电话来问一下 因为这个需求很大 我们现在陆续也有不少老人家 是打电话来问他们 拿这些法七包 供应是有限的 事前就要打电话来给中心 了解了情况先 好 接下来又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万一真的确诊了 可以有些什么措施 我们要准备的呢 老友记 我想第一件事 首先要保持冷静 如果可以的话 再做多一次快速检测 因为他说快速检测 很多时候 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可能会影响了结果 如果你能够再做多一次 就可以更加放心一些 好了 如果你第二次做了快速检测 都是相同结果 出现阳性的话 我想老友记 都要有责任 就要尽快去联络 或者是跟你有紧密接触的人 例如你曾经在家 除了口罩一起吃过饭 一起聊天 都可能超过了半个小时 这些都是成为你的紧密接触者 我想都可以打电话 跟他说一声 等他自己都密切留意一下自己的状况 另外 政府出了快速检测之后的登记 今日的黎会址 也有那个连结 可以给大家上报 如果上报方面有困难 他也有个热线电话 到时都可以打电话去那边 另外在民政署 有一个居家抗疫的热线电话 这次黎会址里面 也有登记出来的电话是1833019 1833019 还有一个直线电话是53943150 如果你懂得用WhatsApp 他有一个WhatsApp的电话 可以发一些短信给他 WhatsApp的电话是96171823 96171823 接着 你可以打电话去一个 做了快速测试之后 呈现初步阳性的 有一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 就是22804772 22804772 可以安排一些烟后测试包 会送上门 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测 然后他会有人收回这个检测 回到他的家里 再到他的检测中心 会做一次测试 这个我发现不到是全面的 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 都可以做一做进深一步的测试 好 跟大家又说一说 有个安心出行 和疫苗通行证的安排 我相信大家经常都知道 现在进入一些指令的厨所 包括商场 政府的地方 办公室 都是需要用这个疫苗的通行证 已经在2月24日已经生效了 所以大家也有需要去学习一下 这个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 如何使用 我们今个月在例会址里面 都有关于安心出行的安装 和使用的方法 一些短片 只要你掃描 那个四方块 密质质 我们叫做QR Code的图示 你用手机去掃描 就有一段短片会教你们 我们这四段短片 我们都会在中心的广播群组 即是你收到我们看例会直播的电话 会发货给大家 大家可以试一下 在那里看看 可以怎样用 以及怎样去上 打了针的针卡 因为它的工序 其实对于懂得去运作 智能手机 应该不会太困难 但是工序也需要一些时间 鼓励大家 如果你的家人 有年轻的可以帮到你 就请他们帮一帮忙 和你处理这个问题 万一你真是自己一个人住 甚至乎没有太多年轻 就可以帮到你手了 你有实际的困难 你如果上来中心 我们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 都会帮大家去做 所以大家来之前 一定要预约 因为每一个这些程序 都要搞半个小时 才处理到一个 所以大家特别要留意 如果真的想到中心帮忙 你先打电话来预约 免得你轮后的时间太长 因为我们也希望 如果这个实际有需要的安排 我们尽量帮到手 都会尽量和大家安装 请大家特别要留意 另外还有一样 就是第十六届中心委员会的选举 我们原定在这个月就会选举 但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暂时将整个选举 就压后了它 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 我们是压后到另行通过为止 到时我们会再宣传 和大家去选第十六届中心委员会 谢谢 有什么情况特别要留意自己的身体 有很多医护的讯息都说了 如果你是打了两针 甚至三针 应该病情不会太严重 所以它的状况就好像一般的感冒 现在我们也听到有不同的老人家 甚至我们年轻人和我们的同事 他们也真的患过会确诊 一般的状况和感冒 和伤风咳的状况都差不多 他们会有痰或咳咳 会觉得很累 所以特别在隔离的时候 尽量保持多些休息 要喝多些水 还有补充一下维他命C和维他命D 这些可以补充有帮助 让自己可以减换这个症状 如果你的身体状况 以往也有吃开那些 叫Panidol 即是那些必利痛的 退消 那些防感冒 那些药物 其实都可以服用你吃开那些 伤风感冒的药物 主要是可以减低症状 和帮助你的发烧没有那么严重 在隔离的时间 记得自己也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万一那个发烧是持续的 那个发烧是去到39度或者以上 就需要去轮近 现在政府开办了一些 就是专给确诊人士去看医生的一些诊所 我们在黄台仙区里面 就有帕立基门诊 还有新刚刚昨天公布的 就有五若鱼 和东九龙分科诊所 这三个地方 都可以接受初步确诊的人士 在例会址里面 都有油尖黄 深水埗和观塘的资料 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也可以 如果你发觉是需要 因为发烧 所以要去看医生的话 都可以去这几个社区的诊所 来看医生 顺带提一提 如果万一症状真的较为严重 觉得看医生的状况 都未必有好转 而觉得真的需要去急症的话 即是你开始觉得呼吸又起速 觉得很辛苦 就可以去急症室那边 的士行业 最近都出了一个免费的 可以去打电话 约这些抗疫的士 便会来接大家去急症室那边 这个资讯都有用 大家留意着这个电话 就是3693-4770 3693-4770 他办公的时间 就是上午的8点 至到晚上的10点 如果大家真的有不舒服 就在这段时间 你就要做决定了 如果晚上 他们就没有这个 收电话的服务 所以大家就把握时间 在8点钟 至到晚上10点钟 这段时间 就要打电话 那最后 和大家说一说 如果你有些 真的在疫情底下 有些无论是确诊 或者不是确诊 如果你受到疫情的困扰 你觉得我心里面 有很多事情很烦扰 或者一些很实质的援助 你需要有人去帮你手 都请你记住 可以打电话来中心 和我们去商量 我们中心的电话是 2352-3082 希望大家继续 在这个疫情底下 我们做好防疫的工作 好好保住自己身体的健康 就算在家里 也多些要做一下运动 有空打电话 和人们聊聊天 保持身身健康 这个都很重要 我们希望这个疫情 可以尽快完结 有什么困难 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和和大家一起想些办法 希望主耶稣会祝福 臨到各位老友企身上 今天的礼会直播到这里 祝大家身体平安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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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